第九題 這個函數呢 它是Arctangin u的格式 Arctangin u的格式 那所以呢我們第一個微分公式呢 微分Arctangin u 它會變成呢這個 1加u平方分之1底u 1加u平方分之1底u 那麼 我們這邊呢 微分以後 這個f' 這個Arctangin u 現在u是這個很龐大的這個函數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邊這個u呢 換成這個 這個1-Tangin x 然後1加Tangin x 這個 所以它微分以後變成1加u平方 u就是這個上面這個1-Tangin x 1加Tangin x 那有平方嘛 然後你後面還要再乘上這個底u 就是再把這個u 橫數 這個1-Tangin x 1加Tangin x 把它寫下來 好那麼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再繼續處理 就變成了 這個 1加上 這個 分母呢 你就把它平方 1-Tangin x 的平方 分子呢 也給它平方 那麼後面這邊呢 我們必須要使用 除法律 好那我們 再度把這個背景公式 把它寫一下 就現在兩個函數呢 如果你給它相除 除了以後呢 它就變成這個 g平方 然後這個是g d f 再減掉 f d g 好這個是除法律 背景公式 那現在f是1加Tangin g是1-Tangin 所以我們微分以後呢 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g g是1-Tangin x 那要把它平方 那你就把這個g呢 換成1-Tangin 好這個g函數就是 1-Tangin 那d還是d 那這個f函數呢 是分子那個1加Tangin 1加Tangin x 那減掉這個f函數就是 1加Tangin x 好那這樣子呢 這個微分呢 就進行的差不多了 剩下這個碰到d的 你要再繼續把它微分 那其他的呢 都要把它整理一下 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分母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 這個分母 這邊 這邊這個分母 跟這個分母 可以下去把它乘起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先把這個 1-Tangin x的平方 把它乘到這個1 再把它乘到這個第二項 然後我們把整個式子的這個分母呢 全部合併在一起 那1-Tangin x的平方 乘上前面這個1 它就是1-Tangin x 的平方 那它乘到第二項 這個分母消掉了 1-Tangin x的平方 跟這個剛好消掉 所以呢 後面這裡乘開以後 它剩下1加上Tangin x 的平方 好那這個是分母的部分 那分子的部分呢 前面這邊呢 就落下來了 這個 1-Tangin x 就落下來 然後乘上呢 這個1加Tangin 微分 這個1是常數 微分變0 Tangin x 微分呢 變成second平方 然後我們 減掉 後面這個括號 把它抄下來 這個1加上 Tangin x 就是 然後在乘上呢 這個1是常數 微分變0 那-Tangin x 微分以後 變成-second平方 x 好那所以呢 這題微分就結束了 只不過呢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把它整理 那怎麼樣下去整理呢 首先就是這個 分母的部分 它兩個平方 那一個是a-b 括號平方 我們就把它全部拆了 變成 a平方-2ab 再加上呢 這個b平方 那後面這個括號呢 a加b完全平方 就變成了 a平方 加上2ab 再加上呢 b平方 再加b平方 那分子的部分呢 我們也把它全部都乘開了 這個second平方 乘開 變成second平方 x 那減掉呢 這個second Tangin x second 好那第二項 這個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所以呢 你把這個second 乘到1 它就是second平方 x 那這個second平方乘以這個Tangin 就變成Tangin乘以 這個second平方x Tangin乘以second平方x 好那麼 我們做到這裡呢 再繼續整理 這個首先我們看 這兩項可以消掉 這個Tangin乘上second平方 這兩個消掉了 那 分母的部分呢 這個 2Tanginx 正一個負 消掉了 好那 我們再繼續觀察 就是呢 這個分母呢 1加Tangin平方 你又可以給它合併變成second平方x 那這裡呢 也有一個1加Tangin平方 那就是second平方x second平方x 好那我們再去觀察分子 分子呢 它也是second平方x 再加second平方x 這是它剩下來的 所以呢 它最後呢 就得到什麼呢 1 兩個second平方x 分子分母都一樣 所以最後呢 我們得到 這一題最後答案是 1 正1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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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